哼 Patreon ,公車要近 замرض,計程車卻在紅線靈停 瞬間喇叭聲一響 挑起問蔯 的敏感神經 憤怒搖下車窗 比除不雅手勢 讓公車司司機直接用廣播開洽 小晃就是 foundation不走 公車司機氣炸 繼續按了好幾聲喇叭 即間問蔯動輪資訊 恐吹挡風玻璃洩憤 職業司機大隊決兩人街頭暴怒互嗆 機車騎士全都被卡死 公車上的乘客同樣超級傻眼 滿戳惡的啊 入霸的 因為檢測前面完全沒有車 大概五分鐘吧 最後乘客全被請下車換搭下一班 說話在台北士林中正路 30號晚間7點多 技能車紅線為停載客 後方公車無法靠站 司機立刻明暗喇叭 也想到小黃問獎被激怒 囂張比出不雅手勢還徒手狠可以擋風玻璃 甚至推擠公車司機 是整個後面都是公車 我也沒辦法切出來 就是很暴躁啊 然後就靠我很近 然後就用身體撞 就是在考慮說要不要高拉公安五路這樣 建車為了載客當入霸造成交通大打劫 問獎還理智線段列做出一連串離譜的舉動 最後錢還沒賺到 恐怕就先被告上法院 這位黃明君 陳冠宇 台北報導 這位黃明君 陳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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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黃明君 陳冠宇 陳冠宇 榜宇烙 喊